命理师沾上心理咨询是不有点像骗子 这个得从两方面来看 一方面是命理师自身的角度 另一方面是信使的角度 不管是命理师还是心理咨询师 对话的群体都是心中有疑惑的人 其中的疑惑包括但不限于 从大海里选一条最有潜力的鱼 不太道德的事情怎么不被发现等 这会命理师就得给自己进行心理疏导了 可以不看可以劝但千万别骂人 从信使的角度来看 心中有疑惑想要的并不仅仅是一个冷冰冰的答案 而是想要梳理出解决问题的方案 求一个心安和勇气 这时命理师的沟通方式和技巧就很重要了 假如有信使刚在感情中受到伤害 遇到一个专业技能很强 但很直男的命理师说 哎呀这才哪到哪啊 这种伤害以后还有好几次呢 你说这刚刚受伤脆弱的心灵 这不是得更洗碎呀 所以别觉得命理师不跟任何先进的技能挂钩 毕竟现在各行各业都需要六边形战士呀